博家饭歌第二章 博家饭歌内容搓药 桑加亚说 看到阿尔珠娜满怀悲惻 眼泪汪汪 心情沉郁 Madu Sudan Krishna就说了下面这番话 至尊人格神说 我亲爱的阿尔珠娜呀 这些污秽怎会染上你身 这些污秽 与了解生命价值的人极不相衬 他们不会导人像高等星宿 却只会招来恶名 Pretta之子呀 不要屈服于这使人堕落的软弱 这与你的身份很不相衬 快快放下你心中猥琐的脆弱 站起来吧 成敌者 阿尔珠娜说 杀敌者 玛杜摩的徒者 毕什摩和多纳查亚等 都是值得敬重的 我怎能在战场上以利剑反击他们呢 我宁愿在世上求起为生 也不愿靠牺牲我的师长 这些伟大灵魂的生命而活着 他们虽然欲求俗世之德 毕竟还是尊长 杀了他们 我们所享受的一切都会沾上血腥 我们也不知道怎样更好 征服他们 还是被他们征服 杀了对塔拉什托珠子 我们会痛不欲生 可是现在 他们就在这战场上 站在我们面前 现在 我对我的责任感到困惑茫然 这可怕的脆弱 使我失去了一切平静 情况如此 我请求你明确地告诉我 怎样做最好 现在 我皈依你 做你的门徒 请你给我指示 我无法驱除 这叫我感官娇哭的悲伤 即使赢得盖世无双的王国 拥有天堂上半神人般的权柄 这悲伤也不会消除 桑加亚说 说到这里 成敌者阿尔珠娜告诉奎士娜 Govindaya 我不会作战 说完 便沉默下来 马若阿特的后裔啊 这时 奎士娜在两军之间 笑着对忧伤满怀的阿尔珠娜 说了下面的话 至尊人格神说 你口里说着聪明话 心里却为不值得悲伤的事情而悲伤 智者不为生者悲欺 也不为死者哀伤 过去 从未有一个时候 我不曾存在 你 所有这些国王也是一样 将来 我们大家也不会不复存在 正如体困的灵魂 在身体里经历童年 青年 老年的变化一样 躯体死亡时 灵魂便进入另一躯体 智者不会为此变化所困惑 昆体之子呀 快乐和痛苦时来时去 如同冬夏季节的交替 巴拉特的后裔啊 他们来源于感官的认知 人应该学会容忍他们 不为所动 人中俊杰 阿尔珠娜呀 不为苦乐所忧 闻处两静者 肯定有资格获得解脱 那些真理的洞察者有言 非存在的东西 物质躯体不会持久 永恒的东西 灵魂不会变化 他们深究两者的本质之后 才得出这样的结论 你要知道 变透整个躯体的东西 不会毁灭 没有人能毁灭不朽的灵魂 生物永恒 无法测度 不会毁灭 而物质躯体肯定会逐渐消亡 因此 战斗吧 巴拉特的后裔 自我不会杀伐 也不会被杀 认为生物是杀手 或者生物能被杀的人 都处于无知之中 任何时候 灵魂都无生无死 它既不是以前形成 也不是现在形成 更不是将来形成 它态势无生 永恒长存 不会因为躯体被杀 而被杀 普瑞塔之子呀 一个懂得灵魂不会毁灭 无生 永恒 永不改变的人 怎么能杀人或使人被杀呢 就像人脱下旧服 换上新装 灵魂放弃老而无用的旧身 进入新的物质躯体 灵魂 火不能烧 水不能潮 风不能食 永远不会被任何武器露碎 个体灵魂不可摧折 不能溶解 烧不回 烤不干 灵魂永存 变存万有 不变 不动 永恒如一 灵魂 目不能见 不可思议 永恒不变 了解了这些 你就不应该为躯体而悲伤 然而 即使你认为灵魂 或生命的征兆横生横死 比例强大的人呀 你也没有理由悲伤 有生必有死 死后必再生 因此 履行无可推诿的职责时 你不该悲伤 受造万物 初为不显 中而显现 莫知毁灭 又复归不显 那么 又何须哀伤呢 灵魂叫人惊叹 有人如此认为 有人如此形容 有人如此听闻 也有人 尽管听说之后 仍全然不知 巴罗阿特的后裔呀 灵魂 欲居于身体之中 永远不会受到杀伤 因此 你无需为任何生物忧伤 想一想 作为查处亚的特定责任 你该知道 没有什么 比本着宗教原则而战 对你更适合的了 不要再犹豫不决了 普瑞塔之子呀 那些插吹呀 是多么幸运啊 这样的战士 不求自来 天堂星宿的大门 正为他们敞开 然而 如果你不履行你的宗教责任 奋起作战 你必因藐视责任 而招致罪恶 因而 失去作为一名战士的美名 世人将总是说到你的臭名 对一个备受尊敬的人来说 恶名比死亡更可怕 那些敬仰你的声明的伟大将领 会认为 你只是因为胆怯才临阵脱逃 这样 他们就会蔑视你 你的仇敌 将用恶毒的语言 诋毁你 讥笑你的无能 还有什么 比这使你更痛苦的呢 昆提之子呀 战死 你将飞升复利的天堂 战胜 你将荣享地上的亡国 快快起来 下定决心作战吧 你要不计苦乐 不计得失 不计成败 为战而战 这样 你永远不会招致罪过 至此 我通过分析性考察 向你讲述了这门知识 现在 你听我讲解 没有夜报的活动 Pretta之子呀 你若以这样的知识活动 便可脱离活动的束缚 这样努力 绝无损失 沿此道路前进少许 也能保护人免于最危险的恐惧 在这条道路上的人 意志坚定 目标专一 库儒族的宠儿啊 犹豫不决的人 其智慧如知曼丛生 多头乱絮 知识浅薄的人 过分执着于 《伟达经》中的美丽词藻 这些词藻 向人推荐诸如晋升天堂 得到好的出生 获取权柄等各种功利性活动 因为他们欲求感官满足 生活奢华 就说除了这些 别无其他 那些人 对感官享乐和物质富裕 过分执着 并被这些东西迷惑 他们不会下定决心 为至尊主做奉献服务 《伟达经》主要讨论的 是物质自然的三种形态 而朱娜呀 你应当超越这三种形态 稳处自我之中 摆脱一切二元性的束缚 不为利益和安全 而焦虑不安 大愿有小池之用 同样 《伟达经》的所有目的 对于了解其背后之目的的人来说 无不为其所用 你有义务 履行负定职责 但没有权利享有活动的成果 千万不要以为 自己是活动成果的原因 也不可不去履行责任 而朱娜呀 你要沉着地去履行责任 放弃对成败的一切执着 这样的心意平衡 就叫做瑜伽 财富的征服这样 以奉献服务 远离一切可赠的活动 在这种知觉中归一主吧 那些欲求享受活动成果的人 既吝啬又可怜 从事奉献服务的人 即使在今生今世 也能够使自己 摆脱掉一切善恶果报 因此瑜伽是一切活动的艺术 努力修习瑜伽吧 伟大的圣贤奉献者们 从事对主的奉献服务 从而摆脱了物质世界中 各种活动结果的束缚 这样他们借着回归神 脱离了生死的轮回 到达一种超越所有痛苦的境界 当你的智慧 穿过假象的密林之后 对耳闻之言 无论是过去的还是未来的 你都会无动于衷 当你的心意 不再为伟达经的华丽此早所困扰 而闻处于自觉的神定中时 你便已获得神圣的知觉 而珠娜问 Krishna呀 知觉这样荣于超然之中的人 有何特征 他怎样说话 用什么语言 他怎样安坐 又怎样行走 至尊人格神说 Pureta之子啊 种种感官享乐的欲望 都来源于心意虚构 一个人 如果能放弃一切欲望 净化心意 只在自我之中寻求满足 便可以说 他已经处于 纯粹的超然之觉之中了 处三重苦衷 而心意不惊 虽邻安乐 而不为所动 远离执着 畏惧和愤怒 这才是心肩意稳的责任 在物质世界里 谁不受所得好坏的影响 既不欣赏 也不鄙夷 谁就坚定地处于 完美的知识之中 犹如龟鳖 将四肢收回窍内 一个从感官对象中 收摄感官的人 坚定地处在 完美的知觉中 体困灵魂 也可能抑制感官的享乐 但对感官对象的嗜好 会依然存在 若以更高品位的体验 来放弃感官享乐活动 便能专注于知觉之中 而朱娜呀 感官非常顽强 容易冲动急躁 甚至 一位竭力想控制感官的 睿智的人 也会被感官掳走心思 遏制感官 将其完全调伏 把意识专注于我 这样的人 可谓有坚定的智慧 心思感官对象 就会产生依恋 有依恋 乃生贪欲 有贪欲 乃生称怒 有称怒导致幻念 幻念造成记忆迷乱 记忆迷乱 智慧乃失 智慧一失 乃重墮物质泥潭 一个人 如果能够摆脱一切执着和验证 遵守对自由的规范限制 控制感官 就能够获得主的彻底的恩宠 在魁士纳知觉中如此满足 心乐 惠定 再无物质生命的三重苦难 一个人 如果不在魁士纳知觉中 与至尊相连 就不会有超然的智慧 和稳定的心意 心意不稳 怎能平静 没有平静 何谈幸福 如强风 卷走水上的船只 心意即使集中在一个 飘荡不定的感官上 人的智慧 也会被这感官掠走 因此 臂力强大的人啊 能约束感官 不使其追求感官对象的人 必有定会 众生的黑夜 正是自律者清醒的时刻 众生醒来的时候 便是内省圣者的黑夜 不为欲望滔滔不尽之流所扰 就像海洋那百川之水 依然波平浪静 只有这样的人 才能心平气和 而试图满足这些欲望的人 则永远不能达到 放弃所有感官享乐的欲望 不为欲望所扰 抛弃拥有之念 消除假我 只有这样的人 才能获得真正的平静 这就是灵性 和神圣的生命之道 得知 人就不再感到困惑 即使在临终时 才处于这样的境界 也能进入神的国度 也能进入神丝 但我们在柔測能论 得到日子 之的 能所以 所留意的